全国太盘放权交易市场 也就是我们说的强制太市场 选择了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 21年的7月正式开市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两个旅月周期 第一个旅月周期就是19到20 第二个旅月周期就是21到22年 目前看实现了预期的建设目标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覆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1亿吨 纳入重点排放单位2257家 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